孩子们说想吃鱼 刚刚跑去买了一条肉多刺少的鲁鱼 这条鲁鱼挺大的 今天我就用它来跟大家分享一道酸甜开胃的煎焖鲁鱼 我们首先把煞好的鲁鱼给清洗干净 里面的多余的血液还有内脏要把它去除干净 鲁鱼本身的腥味是很轻的 我们只要把里面残留的血液和内脏给清除干净 基本上就没什么腥味 鲁鱼清洗干净后我们先把它的鱼翅给剪掉 要不然等下煎的时候它容易糊 因为它比较薄 剪掉鱼翅之后我们在鱼身上划上几刀 等下焖的时候比较容易入味 切好先放里面备用 准备一小块姜三半蒜把它们切片 再来几根葱切成小段 最后我们来准备一碗料汁 番茄酱三到四勺 少许的蚝油 一小勺的白糖 三四勺的生抽 这道菜我们就不加盐了 只放生抽就够咸了 再来上一小勺的生肥 最后加入一碗的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备用 热锅下油把油烧热 现在我们先来煎鱼 把油烧热微微冒烟时 我们把鱼放进去 小火慢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 一面煎得差不多了 把反过面继续煎 两面都煎得差不多了 我们盐锅煎 淋上一点黄酒 把它蒸香 煎成这样就可以了 金黄金黄的 好了 现在把它盛出来备用 煎鱼的油倒要不要 重新下一点油 把姜蒜片放进去爆香 爆出香味后 把我们煎好的鱼重新放回去 接着把我们调好的料汁给淋上去 调中火给它焖五分钟 好了五分钟时间到 这样子也基本上煮干了 现在我们用勺子的淋到鱼面上去 再撒上我们的葱段 可以关火出锅了 锅中剩余的酱汁不要浪费了 把它装进去 这道煎焖鱼鱼做好了 简单的做饱 酸酸甜甜的口味 而且鱼鱼是用多吃少 小孩子们都特别爱吃哦 你们也来试试看吧